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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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快到了 咱们该上路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条上路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事就没话了嘛 我以后好好工作还不行吗 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还不行吗 难道一定让我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吗 不是 贾总 你就上台做个报告 你这西业太足了 他有十五分钟呢 现领导就到了 王秘书 咱们公司口号是啥 你不要老让我对口号口号 我听听被听听 来呀来呀 来一遍哪 西业想成好 踏踏实实搞 天天做报告 好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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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呀 天天做报告 下蛋呢 不挺危言一个广告 这给你整的怎么 先挑踏实实的 你怎么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 是吧 你整那些人整那些 那个虚头八脑的 干什么玩意儿 天天报告报告 那告有那么好看呢 报啥呀 小总 这回不一样了 这回是现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 来替你做报告啊 呀 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我替你去六回了 王秘书 你是我秘书 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 是不是 你不能忘恩负义啊 你跟你老婆结婚四年多 一直没有孩子 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小总 你得把话说清楚 是 是你帮我找的大夫 但最后落实项目 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你好忘恩又复义啊 王秘书 怎么你自己 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 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 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另外你媳妇临产那一天 那不是我亲自接触 我亲自请的那些大夫护士们 为她加油 看口号 助威 还加了加好吗 出来 小姑娘 大小姑娘 小总 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 我告诉你 放肆 我夸你两句 放肆吧 放 全线13%的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 哎呀 是我呀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 是不是你解决的 哎呀 继续继续 还有 还有吗 是谁 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 带到了全线前三强企业的行列 是我呀 是谁 为了工作 到现在都不找对象 对得起你爹 对得起你妈妈 我对不起我的爸爸 对不起我的妈妈 你错了吗 我错了 你怎么还要打我 好好好 别演了小总 还有 没有了 没有了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 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这回爽了没 爽了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 人家都快到了 毛秘书 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 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我有病 我语言障碍症 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上 我就说不出话 我怎么报告啊 哎呀 没事 问题可以解决 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 这回呢我给你现话剧团 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专门为你治病 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我同意了吗 你就把人给请来了你啊 你要篡位啊你啊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还怎么破这么明摆的吗 我告诉你啊 你马上把他 懂了 请进来啊 我猜不透你 你就坏 这舍不舍 中三十多年地 成艺术家了你是 行行行 那个李老师啊 这是我们贾总 贾总 李莉莉老师 假正经 你你你你你你咋是你的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 低血糖啊 那个 血 血高有点 血压有点高 好 啥是回来的 去年回来的 挺好的啊 挺好的 平时演演戏 带带课什么的 孩子什么都挺好啊 挺好的 就是不好管 有孩子了 三十多个呢 多 多 多人 三十多嘛 甩死呢啊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 有三十多个学生 我还单身呢 哈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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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 布兰这裤子都脱了吧 这李老师说的呀 李老师说脱我衣服 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呀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 我要你脱呀 来来来 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 做一些练习 你怎么还不脱呢 来来 我来帮你脱来 李老师 你要控制你自己 那个 什么叫解放天性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 帮助你放松 放胸 放松 是的 怎么一进入又脱衣服 现在又放松 这是啥意思啊 假正经 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 我分析了一下啊 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 受到某些刺激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 十分的敏感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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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贾总 你拖垃圾啊 老师跟你上课 你就好好听人家的玩了 别闹 等等等等等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好 第一个 模仿练习 王秘书 你来做一下示范 来配合一下 配合好啊 合适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模仿星星 星星星 开始 坐 坐 你还有这才艺 今天团卖会节目上啊 走 王秘书 你手怎么了 不是 李老师她在模仿星星 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星星 一闪 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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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秘书 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象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表达清楚 不不不不不不 不 李老师 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 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 你是你妹长明白 你知道吗 那个大傻子 是是 谁让你模仿地上的猴 不是天上的孙猴 不好意思 不是专业的 这样 李老师 时间紧迫 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对 还是我直接上吧 因为我属猴 一脉相成 好的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开始模仿 好 黄色 这什么啊 黄色 红绿灯那个黄啊 对对对 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黄色 色啊 对 我说这色咋眼 这太眼色 哎呀 色黄色 假真讲 闭上眼睛 不是 这色不知道怎么 闭上眼睛 嗯 仔细地听我说 好 这个颜色 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 哦 一段美好的回忆 哎呀 一首诗 哦 一首歌 嗯 一种情感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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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仔细地体会一下 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 好 一首诗 对 一首歌 对 嘶 有了 拒绝黄拒绝度 拒绝黄肚肚肚肚肚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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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是 是 张姐了 哈哈 这个黄色在你脑中 就是这个含义吗 啊 你 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李老师 嗯 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王秘书 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可以 Thank you sorry 你你你你你你你老师继续吧 好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 对视练习 对视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 王秘书 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我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开始 好 开始 干什么 开心 开心就把自己扭成这样啊 开心麻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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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李老师 李老师 嗯 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 啊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吸铃人吗 什么吧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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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李老师对不起 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 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就就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他怎么怎么倒了你你不是李老师啊 你是不是给他打钱麻了啊 我跟你说啊 贾总的这个症状啊 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对 是一点就痛 我就说你一直单身 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滚滚滚滚滚 evenly 你你ONY老师 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 解放我吧 喂 那位 哦 人都到了 好好好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贾总来不及了 那个县长已经在楼下 哎哎哎不行不行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不不不来不及了 那个李老师 县长就在楼下 让县长等一会儿 不是 小总你是不是对迷惑了县长 李老师不说吗 还有一个最后有练习 没做完呢 完了 这回解放听信 解放大了 过过过过过过过 好好好 李老师抓紧谢谢啊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 我们就演一下 二十年前 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二十年前 嗯 我要你在我身旁 甲真景 你来了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 你就没有什么 要跟我说的吗 注意那个 行 傻样 谢谢你啊 谢谢你这么多年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哎呀 我那是锻炼身体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 给你做的荷花蛋给我吃 家里养一百多只鸡 你单独不吃浪费啊 谢谢你给我写了一百多封信 哎呀 那就练字 这些信啊 我反反复复地看过了无数遍 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 你能给我念念吗 这是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啊 我觉得 你自己的字你不认识啊 哪段啊 就那段 啊 念给我听听呗 哦 这也不是我的字 这是 这是我的字 我默默唱着歌 默默把你想 我的情郎 不在何方 最近呢 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 不 你这啥信呢这是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这 我的演讲稿 对啊 贾正经 你成功了 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 给顺利地念出来了 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你的报告 哎呀 你 你老师你好厉害 你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也该走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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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 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 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 我怕我还是 还是张不开嘴 我再不再不重要 反正 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 好了 我走了 再见 嘉宾 ET Fer amazing 你好 哦 唉 唉 唉 笑 是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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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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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齊了就等你了 贾总 走吧 你 你 你 人家叫李莉莉 话都说不明白 追啥呀 我难过啊 没事 以后会更难过的 走吧 下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远大蒙击的总经理 贾宾先生 咦 Mayu 老板 是不是 卖作 Chong 老板 我老板 尊敬的现领 尊敬的前排 尊敬的前列 前列 我 我是 我是啊 我是我们远大远大远大远 我们什么公司 农机 我是我们远大工机 什么工机 我是我们远大飞机 我是我们远大远大远大农机公司 农机公司的总理 总经理 我的名字叫 假冰 今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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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总 你别老漱口 你 你下去 别紧张啊 今天 对不起大家 我确实 我 今天 我给大家讲一个 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 我们远大农机 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 设备老旧 人才流失 反正三年 眼看公司就要倒了 三年前我就接走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公司这么长 肯定是不行的 你毕丽踏踏实实 整那些吸头巴乱都没有用 所以说我们有引进人才 引进设备 结果多年努力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自己 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 我自己的突破 多年前呢 我是个穷小子 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 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 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 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 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 她用双手在后边 用力地拽我的衣服 我好开心哪 然后 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 变成了燕尾服 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 我给她吃 她只吃蛋白 她把蛋黄留给我 我真的 我好感动啊 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 我们同窗三年 我给她写了一百多封匿名信 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 我怕她认出来 那样我很不好意思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 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一等奖 直到有一天 她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 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她说出来 我记得那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 她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 我递给她一篮子鸡蛋她没接 她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 我说有一百个 她说她一天吃一个 一百天就吃完了 再想吃 还有吗 其实我知道她懂我那句话 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 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 她已经上车了 车已经开了 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 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地喊 她一定能够听到 我张嘴了 没生 没生 从那一刻起 我就生了病 语言障碍症 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 我就无法说话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我希望她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今天这个机会来了 此时此刻 她就坐在 这是 离我三米半远的地方 我要把我 二十年前要跟你说的话 大声地告诉你 你 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 鸡蛋 我给你带一辈子 有的是 我给你带一辈子 有的是 我给你带一辈子 你带一辈子 你带我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